到底用什么才能抵挡出破甲弹的金属射流 今天的测试非常有意思 用RPG像这辆TG2坦克的底盘射击 并用几种不同的物体来测试 把它们装进这个桶里 看看它们能否阻挡出火箭弹的金属射流 下面测试开始 首先是水 水桶直接融化了 这个测试的原理是 在炮弹出风水桶的一瞬间 水会影响金属射流 从而防止装甲被穿透 但刚刚这发炮弹并没有受到影响 炮弹没有提前引爆 而且直接穿过水桶打在装甲车上 可能需要在水桶前加一些硬东西才能达到效果 接下来再把石头装进桶里 来一发看看能不能挡得住 同利装石头确实对炮弹有些影响 在同利发现一些弹片 证明炮弹被提前引爆了 但是对金属射流没有产生影响 装甲仍然被穿透 接下来测试升级 欢迎上关注度最高的非牛顿流体 非牛顿流体有个特性 它吃软不吃硬 如果你大力击打它 它就会变得非常有韧性 如果你动作放慢 它就会像水一样 所以很多人就有个疑问 非牛顿流体能不能做成防弹衣呢 下面测试开始 在绝对火力面前 任何物体都不堪一击 非牛顿流体这种奇怪东西 直接被火箭弹打得粉碎 金属射流还是毫无意外地打穿了装甲 这个测试很好地说明了 非牛顿流体不具备防护功能 接下来再用沙子做个测试 虽然沙子经常被当作掩体使用 但沙子的效果还不如石头 遇到RPG这种变态武器 起不到一点防护效果 装甲还是被金属射流击穿 可能是水桶表面不够坚硬 毛哥决定对测试目标稍作调整 在桶外绑上一个头盔 这样炮弹打在头盔上会提前引爆 桶里装的是柴油 看看这样能不能挡住金属射流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柴油加头盔的组合成功阻挡了金属射流 更神奇的是 头盔还是完整的 没想到一个简单的装置竟然能成功阻挡 让人有些不可思议 那同样是液体 为什么水不能阻挡住金属射流呢 这是因为水的费点低 金属射流在刚刚接触水的一瞬间 桶里的水就被气化 无法给射流造成降温的效果 而柴油的费点很高 射流在穿过柴油的时候 无法使柴油快速气化 于是金属射流被快速降温 无法穿过后面的装甲 还有一种可能是 柴油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会爆炸 产生类似于反应装甲的效果 所以才抵挡住金属射流